台新金今天是召开了法说会 对于新新病的这个议题 总经理就回应了 将以正面的态度来评估可能的并购机会 另外这对投资人关系的股利政策 台新金控则是会综合来考虑股利政策稳定 以及股利率的竞争力 将现金股利配发率拉高到60% 新新病在露曙光 新光金近日董事会通过 重启与台新金合并可行性评估 台新金三日举办法说会时 总经理林维俊做出回应 表示个别可能的案件只要认为是好的 就会审慎的进行评估研究 透过并购除了说提升个别公司的规模 这个层次以外 那如果能够透过合并来壮大规模 来提升我们的竞争力 这个对整个的台湾金融业的未来发展 都是好的 所以我们基本上会以 比较正面的态度来评估可能的并购的机会 乐见好的并购案但不评论新新病 而投资人关注的鼓励政策 台新金董事会已通过盈云分派案 普通股每股将分派现金鼓励0.6元 股票鼓励0.4元 合计每股配发1元 以周五收盘价18.05元计算 股息之利率为3.33% 林维俊表示这次将现金鼓励配发率 由以往数年55%的水准 进一步拉高至60% 主要是考量鼓励政策稳定 以及鼓励率的竞争力 综合考量各方面以后把现金的比例往上提 那未来我们是有这个intention 是想要维持一个稳定的鼓励政策 来用比较高一点的现金比例来跟这个投资人来分享 跟股东来分享这个经营成果 台新金第一季整体营运表现维持稳健 同时公司业余法说会证实 董事改选被提名人名单 王美花确定入列 经济部的工作非常重要 以我一个担任40几年的公务员 那我想的就是怎么做好每天的工作 王部长在法律经济外贸产业 以及这个公职的经验都非常的丰富 他的国际视野非常的宽阔 我们相信将会进一步来提升 台新金控这个董事会的这个水准 林维俊表示 因读董林毅夫任期已届满三届 依规定无法再连任 若提名后与股东会投票通过 王美花将于6月14日后就任 记者姚立安斯文明台北采访报导 刘安斯文明台北采访报导